嗨 您是誰 何必哈留台灣 我是張家如 十莉早安 十莉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十莉 今天直接穿短袖 今天穿短袖倒是可以告訴大家 早上出門或許還可以套一件薄外套 但是套中途就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今天也都沒有戴外套了 對不對 好 今天沒戴外套 我們剛剛在聊 我就說我今天直接沒戴外套 雖然感覺這個早上還是涼涼的 但是就看準了今天的預報 所以氣象署的同仁們 今天要是沒有給我上看三十度 我感冒你就知道 好不容易感冒才好 一定要到三十以上 其實我們在講天氣上來說 這個上半週跟下半週截然大不同 今天就是個分水嶺 我期待好久 期待很久 對不對 我們在期待 你看這前三天 我們過了一個濕濕涼涼 甚至濕濕冷了 冷冷的 可想而知 我們這個禮拜幾啊 今天禮拜四嘛 這個禮拜二我們兩個在寒冷 寒冷 對 而且台北的溫度沒有超過二十度 有沒有 對… 今天就給你三十度 直接彈回十度耶 可怕 我期待 這什麼天氣啊 對啊 這個衣服也變得很難穿耶 很難穿耶 對啊 是不是 很多人呢 一熱起來啊 就一直在問鼠莉說 我們這個冬衣啊 可以收了八 還不行吧 對不對 一個禮拜呢 這個有時候呢 不到二十度 讓你呢 感覺冷 可是呢 隔個兩天 就讓你呢 上看三十度 所以呢 從今天開始啊 這分水嶺 第一個呢 就溫度上來說 對… 你看喔 昨天的台北海二十二點七 對 我覺得還是涼涼的 對 昨天我也覺得涼涼的 對 但是呢 今天呢 中午的高溫就上看三十啦 中南部就不用講啦 今天的中南部呢 都是呢 幾乎在這個三十二度以上 所以呢 今天啊 你看啊 我穿短袖啊 還是有原因的 可是呢 早上還是有涼液 早上出門的時候 還是披了一件外套 所以啊 今天早上出門啊 你要披一個這個披肩啊 對… 或者是呢 薄外套啊 或者是長袖的襯衫當外套 也可以喔 我覺得都可以 對… 畢竟呢 到了套中島的時候啊 你就會覺得 哎呀 外套其實呢 就可以不用穿了 那如果呢 是這個長袖的襯衫當外套 我覺得就 就剛剛好了對不對 而且還可以防曬 對 這不錯耶 所以今天就不會再下雨了嗎 今天來說水氣也明顯偏少啦 我們可以看到啊 就現在來說啊 這個雨很零星 水氣大概都在 東半部的海邊上 就是呢 藍雨啊 目前的時雨量也才0.5 本島上來說 現在幾乎都沒有雨 所以呢 很明顯 第一個 因為呢 水氣變少了 對 再來呢 陽光出來露臉了 所以呢 就暖熱如下 那麼這樣的天氣 可以持續到禮拜天 禮拜天 倒是我們要提醒 這個週休假期啊 預報上還是有一點變化啊 對 所以禮拜六會有小變化啊 這禮拜六的變化就是啊 因為呢 大概從明天開始就會吹東南風 那接下來甚至吹南風 南風來看的話呢 那就要注意了 山區午後 比較容易會有一些對流發展 然後呢 禮拜六的變化是因為 禮拜六 在台灣北部海面 會有一道封面掠過 它不會通過台灣陸地 就是海面掠過 可是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穩定的因此就多了 所以呢 在禮拜六請注意囉 包括了北部跟東北部來看的話 很容易會有午後雷陣雨 雷陣雨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呢 這個禮拜六 大家有戶外活動 然後呢 就記得要有雨備 不然呢 最好出門就要帶雨具囉 會嚇到像平常你說 冰冰砰砰那樣子嗎 這個就要看喔 南風強不強 如果到時候南風強 再加上呢 北部啊又有這個 北部海面又有這個封面 而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流當然囉 就會更激烈了 對 所以到底呢 這個 午後雷陣雨的情況啊 現在春天啊 對… 我們不要看太久了 很難抓的 大家就隨時鎖定我們的 新聞就對了 好喔 那穩定的天氣要來了 美好世界帶我們去哪邊呢 美好世界啊 這兩天都帶大家 是不是因為我修了一整個禮拜的關係 對 我都發現呢 有許多美景錯過了 有錯過的啊 今天要來看的是啊 其實也是現在正在盛開 不過呢 我們要去的這個地方啊 剛好花季就在清明節連續假期啊 就結束啊 過了 我們就來看看是哪兒的美景呢 美不美 沒錯 這就是盛開的紫藤啊 好浪漫有沒有 淑莉呢 站在啊 這個圖片當中我都覺得 好美喔 這裡呢 就是全台灣最大的紫藤花園 當然囉 大家也 淑莉一講大家就知道啦 就在淡水 沒有錯 每年啊 這個時候 應該是說清明節之前啊 這個呢 花園就會呢 對外開放 讓大家來欣賞這全台灣 最大片的紫藤花園 當然今年花礦不錯啦 好可惜喔 樹立都沒有去 然後他就要觀園了 所以今天呢 藉由啊 我們美好世界的好朋友啦 擅長不管拍花拍鳥都很厲害的 李李雪 他就去了一趟 這個淡水的紫藤花園 也為我們拍下這美景 雖然樹立沒有去 但是呢 站在李李雪的照片前面 我也覺得好像呢 自身在這美麗浪漫的花園當中 所以呢 事實上呢 現在包括了武林啊 還有福壽山農場 紫藤啊還有白藤 甚至也都盛開 當然目前山區還是比較危險一點的 等山區穩定一點 會不會紫藤就不見了 沒有關係 如果大家有遺憾 那就讓我們的美好世界 來彌補大家的遺憾 家如你說是不是啊 真的 要把這個仙境捕捉下來的感覺 對 對 剎那就化為永恆 今天早上好有哲學的感覺 好了 想謝天聖方 趕快把時間交給書立囉 好啦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天氣上來說 你看陽光出現囉 好不容易啊 這個桃園以北 我們又再度可以看到陽光了 所以今天就 充滿期待的心情 來迎接今天的開始吧 來今天幾月幾號呢 四月十一號是禮拜四了 一開始啊 就先從雷達回波圖 帶大家一塊來看了 你從雷達回波圖呢 就可以發現水氣是不是很少 現在呢 就是在東半部的海面上 還有些水氣 所以當然來雨就有下一點雨了 只不過呢 本島這邊你可以看到 現在幾乎都沒什麼下雨的現象 好啦 所以第一個分水嶺 就是水氣明顯變少了 再來我們還是要來看看 現在外頭各地的天氣狀況 還有溫度如何 所以從目前溫度呢 我們先來看今天清晨的最低溫 清晨的時候還是有一點涼涼的 最主要就是因為雲也變少啦 雖然沒有什麼這個太明顯的 輻射冷卻 但是呢這個雲變少 你被子蓋薄了 其實有時候也是會覺得 有一點涼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來看 今天清晨的最低溫自動車站 出現的是在花蓮的鯉魚潭 來到了16.6度 那麼呢人工次站的部分 則是出現在新店18度 就現在呢各個區域的溫度啊 你看還可以數燈耶 哇現在呢台北啊 其實藍天已經看到了 甚至呢陽光啊已經透光了 現在的台北幾度二十度 中部台中一顆燈在這邊 好晴朗啊 所以台中現在有二十三度 我們再往南走 那人不會高雄 高雄現在去頭也出來了 高雄現在是二十四度 至於東半部的花蓮 現在天氣也穩定沒有下雨 花蓮現在二十一度 整個離島地區雲高是比較多的 馬祖十六金門十九澎湖二十二度 那麼另外呢我們提醒啦 現在呢從嘉義到台南啊 能見度差不多呢 是在兩千四到三千兩百公尺左右 雖然呢只是輕物 但我們還是提醒用路人 開車上路還是多家的注意喔 雖然天氣穩定呢 但是空平就不太好了耶 我們從環境部的空氣品質指標 跟空氣品質預報 我們就要來告訴您囉 現在啊整個西半部地區 從北 新北市 台北市 一直到呢高平地區 普遍都亮起了黃燈 其中啊在南投這邊 已經有三個側站是亮起了橘燈 而我們要提醒 環境部的預報上來說 從台中一直到台南 甚至離島的金門啊 今天的預報是會是亮橘燈 最主要呢因為今天吹東風了 所以啊在整個呢 海峽上容易有被風蝸旋 另外呢午後臭氧濃度也會升高 所以呢還是提醒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啊 今天外出最好還是 做好自我的防護喔 整體的天氣變化 從衛星雲圖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了 就今天的天氣上來說 第一個啊這個東北風減弱 已經開始轉吹東風了 再加上水氣變少 陽光都出來露了喔 所以今天不管是西半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今天陽光都會有露臉的機會 哇 超開心的 所以呢我們從雨區預報呢 您就可以發現 今天的雨啊 真的都變得比較零星 不過倒是呢 午後山區局部還是要注意喔 不排除有一些地方 會有一些午後 短暫鎮雨的機會 那麼另外從地面天氣圖呢 我們也提醒大家 今天呢 因為吹東風再加上陽光增溫 所以呢當然 溫度上就很熱啦 而且一口氣光是台北 我們的舉例 22.7 今天一口氣就跳到 30度的大關了 另外呢 今天吹東風 所以大台北地區 還是多注意 這個風啊 不排除還是會比較大一點喔 因此也提醒大家外出活動 多加留意了 趕快來看看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呢 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 就可以來到27到30度 這30度是在大台北地區喔 那麼中部地區的話 今天的高溫 則是在28到29度左右 那麼就往南走南台灣 今天的高溫來到了30到32度 至於呢 在東半部則是呢 26到28度之間 今天東半部 陽光也有機會露臉了 那麼呢 在離島地區來說 今天的高溫 則是在21到26度 所以最後淑莉再次提醒大家 注意囉 這天氣上 今天春陽再度露臉 當然啦 這是呢 主要北部地區 那麼所以呢 今天啊 各地啊 大家洗衣曬備都可以來 而且人要出去曬一曬也是很好的 那麼中午暖熱 所以今天穿著 就盡量透氣舒適為宜 空品的話 在中南部 還是呢 午後會比較不涼 所以也提醒多注意啦 時間交給家如